47岁的闽南语歌王翁立友出道多年 靠着浑厚深情的嗓音 受到很多粉丝喜爱 不过多年来感情沉迷 先前更卷入鸡排魅性骚扰风波中 引发不少争议 近日却传出 她已经悄悄订婚了 让很多粉丝都又惊又喜 本人也终于出面回应了 据TVBS报道 王翼有出道以来 除了跟鸡排魅的事件外 一直没有传出绯闻 感情世界也沉迷 她也曾在脸书感慨 妈妈也相当着急自己的婚事 像是经纪人从女孩都变成妈妈了 结果她还是单身一人 让大家都为婚事操心不已 结果近日在中国的社群平台上 有一名女子透露 翁立友先生的好朋友 她现在订婚了 消息传出后 让大家震惊不已 不少网友原本猜测 搞不好是假的 趁热度 没想到一番该女子的账号资讯 却傻住了 该女子的账号中 有不少跟翁立友商业演出的测拍 探班合照 还有很多跟翁立友视讯的截图画面 看起来他们夫妻跟翁立友的交情还不错 也因此让大家认为 翁立友订婚的消息可信度应该蛮高的 只是翁立友25年来都没有任何绯闻 突然就有订婚对象 让很多人难以相信 不过翁立友所属的唱片公司 对于订婚喜讯只回应 假如真的如爆料者说的那样 我很开心被祝福 如果真的有第一喜讯 一定会乐于跟大家分享的 只是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的态度 让很多人心中打一个问号 不少粉丝也留言 如果是真的 先恭喜你们了 真假 终于要成家了吗 妈妈知道一定很开心的 请及 softwa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